和现在整个一个局势 能够改变 这个人看法了 不过如果到最后 还是决定说要三期 那我们也就接受嘛 好 当然全民调 有另外一种的忧虑 对 就是排栏排绿的问题 排栏排绿 甚至于 因为当你不排栏 不排绿的时候 那有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你会 你会怀疑 就是说你的对手 有没有可能在里面呢 帮你 帮你挑候选人 这些其实 你不要觉得没有 其实在一个 一个一个耳语的 这样的一个宣传 他其实在民调当中 是会是会达到 相当程度的效果的 对 这在不管是去年的 比如说台北市长的 这个初选的提名 等等 这些耳语其实都很多 好 那现在 林表27天 嗯哼 从来没有过 我这从来没有过 我也是 这一点我倒是非常讶异 以前是林表 大概是两天 是啊 两天之内就可以知道 要不要选 就赶快 就赶快了 就赶快了 就算了 27天干嘛 好长啊 真的好长 是让谁在这考虑吗 这个 这个大家有想象空间啦 因为最主要 可能因为这几个人 都是扭扭捏捏 不肯出来 所以给他们 多一点时间考虑吧 你这样的个性人 竟然可以跟这些 别扭的男人相处这么久 真是在 没办法呀 真是 那个时候我在这场合 你忘掉自己是女人啦 可以这么说啦 好 坐到我旁边的呢 是立法院的副院长 洪秀柱 当然 从他 从他当立委 他当 他当训练主任的时候 我不认识他啦 当立委之后 当然 许多的采访啊 等等各方面的场合 认识他很多年 那每次当国民党有难的时候 我总是发现 洪秀柱就像是梁洪玉一样 他总是敲锣大打鼓 身先士卒的 从上第一个 那真的是一个 很简单的问题 国民党的男人呢 当然不是说 一个党一定要 要男人分男女啦 而是明明就说 在国民党里面 有这么多 其实培养的精英 可是到了这个阶段的时候 你们到底在想什么 你们到底在盘算什么 就出来跟 我旁边的洪秀柱沙巴 洪秀柱一定会选到底的 因为我跟他 跟他谈过 我也知道呢 他在想些什么 好进广告 广告回头之后呢 我去选择洪秀柱 那你怎么看蔡英文 广告回头之后聊 8点35分14秒 坐在我旁边的 立法院的副院长 洪秀柱 虽然我认识他 蛮多年 但是 我第一次在节目上面 这样专访他 因为他现在是我心目中的 总统候选人 那2016年 台湾有没有可能是 两个女生 在拼武则天 到底要证明 谁是武则天 谁能坐天 好 那 在过去 在蓝军的 蓝军的政治思考里面 大概从来还没有想过 就是说呢 推出来的候选人呢 是女性 那但是呢 洪秀柱现在身先士卒 那他表态了 其实我刚问到 就是说 林表为什么27天 这不是很莫名其妙的事吗 你有医院 没有医院 距离选举已经这么近了 几个月的时间了 你还没有办法决定 要不要林表吗 其实看到 看到这样的一条新闻的时候 我真的觉得 洪秀柱应该要抗议了 不过洪秀柱太客气了 我如果一定抗议就是 为什么27天 两天 我顶多再给你一天的时间三天 你三天要不要林表 大家就做决定 还拖27天 27天你要干嘛呢 没有必要吗 确实是 其实我心里也是非常不以为然 怎么会林表的时间 你那么长呢 而且也不知道 已经拖这么久了 还没有办法让你考虑说 你要不要出来吗 其实真的两天 最多三天了 你就确定嘛 到底有哪些人 要来参与这个比赛 那拖个27天 真的是 其实如果说 大声抗议这个抗议那个 其实我们是怕人家认为说 我们气量不够 好吧 你们等你们的吧 这个我就走我的吧 你们爱怎么拖拖拉拉到 什么时候才要打联见客 那个时候 随你们变 反正就时间就那么长 我该连鼠的时候 我就自己去做我自己的事 就不管你们这些 这些男人在干什么了 好 那我们就不谈男人 我们来谈女人好了 那武则天坐天 当南昆森的庙签抽出来之后 他 那果然就是蔡英文了 好像蔡英文就预约了 2016了 那2016如果蔡英文上来 民进党 民进党上来 台湾当然是另外的一个局面了 他的形势影响会很大 我想这也是红就住要忧虑的地方 那你怎么看蔡英文 如果你和蔡英文真的是 真的是两个不是弱女子 两个强女子的对决 她会是一个怎么样的局面 最后会呈现一个什么样的局面 我不知道 那总而言之 大家会比较嘛 从每个人的这个个性啦 出身啦 这个思想啦 讲话的方式啦 大家都会去做一个评论 当然最后就你要端出些什么东西来 你话讲了清楚不清楚啊 那么你的路线 是不是也是很具体啊 那么到底要把台湾带到哪儿去 我觉得这个时候就 说清楚讲明白 没有什么含混 其词模糊以对的空间啊 我这是一定要逼出来的 那么其实你看我说 对蔡英文的一个看法 平良英说他当初 这个民党在执政的时候 请他当陆委会的这个主委 那时候很多官员 刚刚上台的时候 都会例行的到立法院来 拜访一些委员啊 那当初他来的时候啊 他给我印象 他话很少啊 而且还蛮冷静的 很沉稳的 而且平良讲也很干练的啊 那种感觉 然后讲话头滴滴的 讲话很小声啊 好像很害羞的样啊 那时候觉得他跟这个民进党的那个草莽的气息 好像截然不同 他他有他有民进党比较少有的精英气息 对对对对对对 然后这个又有点神秘 有点神秘感啊 所以平良说我对他的印象是不错的啊 那个好像气质也不错了 学历也很很高了很好了 可以说扁政府当中一个很清新的这个面孔 这随着这个时间的过去啊 让我觉得比较讶异 最讶异的改变是他担任民进党的主席的时候啊 那次他率众包围海协会的会长陈云林 他记不记得第一次来的时候 他站上了第一线 对对对 那时候他强烈的抗争啊 造成很多治安人员了 给民众受伤流血啊 那么这个蔡英文的一反过去的 慎言拘谨的个性 不一样了 他展现那时候展现出民进党的这种风格了 表面上他是对外说 处分不听话的党员 认为也是都党员 这是个人的一个行为 而且说要少对抗 多对话 议会路线要优先 那么蜻蜓点水的来来检讨啊 可是他还很强硬的说 人民走上街头是执政者逼出来的 他认为说 国民党不该搞国共平台 所以那天我们都被绑在这个金华酒店啊 都是没办法跑出来 整个中山北路都都都都瘫痪了 所以逐渐就有暴力小鹰的称呼 你还记不记得啊 就那一次暴力小鹰 为什么因为他就放任了 或者是我们讲所使啊 就是说他的群众去植石块啦 放火炮啦 开车冲撞巨马啦 长时间包围酒店啦 甚至于制造流血事件 那么可是他事后呢 他对外讲说 我已经在法定批准时间里面 结束游行了啊 民众去圆山呢 是自动自发的行为 跟他没有关系 然后还要赞扬说 这一次的游行一切很好 没有任何缺失 而且还号召群众去说 以后啊 随时在街头相见 所以他这个事件发生 我觉得这个人好像变了 跟我以前看到的是不太一样的了 好 当然他的 因为人人坐到这个位置之后 我觉得我是蔡英文 当然这些年 因为因为目标 已经在大位了 所以当然开始有一些 过去比较少有的官腔官 官掉 那那种的官腔官掉 见人说人话 见鬼说鬼话 或者别别扭扭的情况 就开始就出现了 好 不过毕竟你 你的 你如果取得国民党的提名 不管提名的国民党是谁 你们对手大概都会是蔡英文 对 那 你 以你和蔡英文相比 当然你们有很多的 共同的 比如都女性 都未婚 然后都非常的smart 那现在都要角足大位 你刚提到就是说你和蔡英文的不同点 如果你和蔡英文之间成为两个党的主要的总统的候选人的话 那请问你跟他的不同在哪里 我跟他的不同啊 有人问我 我开玩笑 我说因为他书念的比我多啊 他学历比我高啊 比较有学问 他有喝羊墨水 喝了羊墨水 所以他的话呢 人家比较听不懂 我们书念的比较少 所以讲的话呢 就比较直 比较白话 所以可能大家听得比较懂 是这个两个是有很大的差别 那么另外呢 就是蔡主席啊 蔡英文 他出生的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家庭 很富裕的家庭 在一个很富裕的环境当中长大 里面其实父亲留下来 在父亲这一代打拼转下来的 我不能说怎么样打拼了 那个财富是超乎外界想象的 是 所以他等于说 从小就在一个不于匮乏的环境当中长大的 他这一辈子不会为这个钞票烦恼 为了吃饭烦恼 这跟我是天差地别 我们从小我们是一个政治受难者的一个家庭 那么所以我的父亲从绿岛回来 是几十年都没有一个正常稳定的工作 所以我们从小非常辛苦 住家都像吉普赛人一样 光是个搬家 那个户籍都可以 都不知道搬到多少次家 所以这个整个成长的环境不太一样 所以如果一定要这么说的话 可能我对于一般这种辛苦的民众的生活的感受 会比较能够了解 我经常广告 你刚刚谈到你的家庭 你能不能多谈一点 广告回头之后再跟红袖主聊 其实我必须这么说 这个我的家庭背景在我历来 从这个立法委员选举 我不太愿意谈这个事情 因为我觉得我出来选举是 我希望以我的能力来赢得大家对我的一个认同跟支持 不要靠悲情 对不要靠悲情 所以以前看他们这样子一个选举方式 我是不以为然的 这悲情啦 激情啦 善情啦 这个我在红袖主身上真的从来没有感受过 真的真的是我 我不喜欢这样 那么因为这次纯粹是因为 刚好是一个对比 大家谈到了 其实谈到这个家庭的一个状况 很多人不会理解 所以我对于所谓的这个受难者的家属的心态 我是比较了解 可是我很庆幸啊 我一直庆幸说 我的父亲虽然受过这样一段这个苦难 而且我们的家庭在这几十年 我个人成长的环境 他为什么去遇到 当时是在一个白色恐怖的环境 对在白色恐怖的环境当中 那么他被牵连 那时候有个这个沈正南台唐一个总经理 后来被枪毙了 那最近又又跟他翻案了嘛 那么他是在这个案件里面受到了牵连 那么他在他整个一个我们董事之后啊 我们只觉得这个父亲 常常会喝醉酒 他他去绿岛去多久 他去绿岛去了三年半 去了三年半 其实也很长 很长 可是问题是出来以后没有做事情 人就很萧条 人很萧条 可是我一直感谢他就是 他可从来没有在他的子女的心中啊 去散播那些仇恨的种子 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难得的 所以你今天看到的 看到的看到的我 健康开朗 好像怎么跟人家不一样 那一直到 其实我们大概知道说父亲的一个受苦 可是不知道说到底是什么原因啊 包括我们整个家庭都这样 嗯 他也不太坦 一直到他自己过世前半年 他自己觉得自己身体不太好了 他就提笔写出整个事件的经过啊 他是怎么样怎么样状况之下被害的 然后去接受这个审判的时候 又是怎么样怎么样的一个结果啊 那然后再加上最近有两个这个教授啊 就去把这个案子翻出来做研究 他最主要研究这个沈正南的案子 然后也把我们的父亲 我一看我真的差点掉眼泪啊 就把他在狱中的那些自白书啦 这些他自己写的这个字啊 用毛笔写的字 我一看就知道那是我父亲的这个笔迹啊 那他一定也被寻求什么的 就是就是反正就是被迫吧 那么而且看到我母亲啊 这些澄清书啊 连的大概八九封的澄清书 我看了真的很难过 你们大家可能没有那种感觉啊 那看了以后说不出来的感受 就他在写这个受难记的时候写下来 我怎么说我很佩服我的父亲呢 因为他在最后一段写完了 他最后一段还写说 中国国民党是一个有组织有理想的政党 因为少数这个不孝分子 贪污舞弊 结党淫私 陷害中良 所以才会产生这个事情啊 他特别强调说 将来有机会为国家做事 仍当尽忠职守 何则留不何则去 切勿恋战 那么到最后还告诉我们说 他写这个只是告诉他的儿女 害人之心不可有 防人之心不可无 那么写了这一段给我们警惕的话 所以我看了我的父亲这样的一个 这样的一个写下来 我没办法来形容我心里的一个感受 我不懂 就是说当父亲经历过这些过程 其实他不讲 可是你们成长之后 其实也都有一定的社会成就 回头看这段的时候 难道不会觉得就因为这三年半的时间 把你们家都给毁了 那对于毕竟白色恐怖跟228很大不同 白色恐怖是国民党到了之后呢 他也就是说以反左之名所进行的一个 你可以说是一个亲党 或者说对党政系统全面性的清理 只要宁可错杀一百 就不错放一百 那那种其实有许多 我也遇到过一些白色恐怖受难者的家庭 其实对国民党恨意极深 对 可是你们都没有吗 对于对这个这个党 把你们家害成这个样子 你们都没有恨意 你不能说是这个 我不认为我父亲心中没有恨 或者没有遗憾 最少是有相当大的遗憾 否则他不会回来以后 他的言行表现出来 不是言行 就他这个借的朋友啦 然后喝酒啦 酒醉回来了 偶尔是断断续续的会谈一些事情 比如他在坐牢的时候 早上几点钟啊 这个怎么样怎么样的 被人家叫出去啊 那个时候我哥哥的印象比较深刻 他那个时候我们就从现在的这个 洗来灯 就来来饭店 从那个忠孝东五前面 一直到这个 我们这个青岛东路 包括这个立法院那条叫什么 圣江街 一直到银森南路 这整块地方都是他们的军阀局的 一个看守所地方 当年我的父亲 刚开始就被关在那个地方 我的母亲就常常到里面去看他 送东西 而你今天就在旁边的 离一大院 对 而且在进出在来来饭店的时候 其实我每次进出来来饭店 现在的喜来灯饭店 现在的喜来灯饭店 跟人家是好像在应酬谈话 其实我每次都心里有这种 说不出来的感觉 那时候我父亲是关在这里的 然后后面那部小吃店 咖啡店那个地方 那时候那时候很多牢房在那边 有时候我到那个小咖啡店 就喝咖啡的时候 我心里就会想 我父亲到底关在哪一间 关在哪一间 所以讲的这个事情是很伤感的 好像这些 我坦白讲红秀柱 我认识他这么多年 他从来不提这些事 好 知道一下红秀柱的成长的背景 我进来广告 广告回头之后还有一点点时间 最后我都请教 2016年许多人 不只是一般的民众 或者是媒体 或者民调 包括民进党 大概都觉得2016稳赢的 不只是总统要赢 立委也会大赢 国民党很有可能 失去总统的位置 尤其在立法院里面 第一次很可能出现 蓝军不过班 会失去了立法院的掌控权 你的看法如何 会这么的悲观吗 进广告回头聊 我们有很多听众朋友 我点进来看 我们有很多在帮 在帮红秀柱加油打气 好 那就要挺 挺挺真的 好吧 那2016 当然 对国民党来讲 现在是在一个养工的状态了 因为 因为去年的九合一 败的太惨了 那2016 当然你 你要参选 你一定要讲一些乐观的话 不过我还是希望你 从你从政这么久的一个经验 你觉得2016的选举 你怎么看 国民党会惨败吗 我觉得2016 你说国民党会惨败吗 我倒不以为然 那么 可是呢 我必须承认说 那是一场很艰困的选战 不管是总统大选也好 是立委的选举也好 那么所以面对这样一个情况 其实 这就是为什么我说 这国民党在这个时候 要特别表现出 不一样的一个选举的方式 我也个人期许我自己 说我要出来 要打一个非典型的选战 高格调了 不吐口水的 给人家看一个不一样 还有点甚至有点趣味性的 能够带动大家 这种热情的 一定要重新 让人唤起民众对我们的热情 对我们的信心 对我们的那种期盼 要把大家这种心理 这个给燃烧起来 否则的话呢 还真是会一败涂地 如果大家继续这样冷下去 不关心 莫然 然后你也没什么东西 让人家看 说你会给我们带来希望的 如果不是这样的话 我们怎么会对你产生信心呢 所以蓝军他可能 也许我不愿意投民党 我就不出来投票了嘛 就跟九合一部 就是这样情形 所以你问我说 会不会这个惨败 我倒不愿意会惨败 但我觉得是先困 所以我们要非常小心 非常认真的 来打这场仗 最后一个问题 是我个人的关怀 我对台湾的能源政策 非常的忧虑 比如说昨天立法院里面 民进党在出审的时候 用突袭的方式 用人数的优势 通过了一个 几乎就是废盒条款 那以后新的电厂 是不发造的 然后旧的电厂 不能演绎的 当然那个条文 纯粹是一个政治动作 但你也反映 就是立法院的意识品质之差 那这个问题 倒过来讲 国民党你们到现在为止 我没有听到谁对核能的表态 是很诚恳的 你对于核能的看法 我就认为说这个 我常讲说民进党两块神主牌 一个是台独 一个就是废盒犯盒 那么其实说这两块 国民党到底他对策是什么 我觉得大家话要讲清楚 你这所谓的非核家园 我们认同啊 可是这个非核家园 不是一步到位的 你中间的过程 你是不是要注意到 你应该因为立法的一个 突袭的这个状况之下 你用这个法来 立刻就废掉 谁能够承担得了 台湾没有这种能源的时候 这个电怎么解决 生活上很多问题怎么解决 经济的影响是什么 我觉得这个要负责任的政党 不是这种做法 好的小柱子得到提名之后 我再来访问小柱子 我的点